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千锋大师一讲师爱东 那么这一讲 我们来看一下HDFS的线命令 由于我们把这个集品已经答应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用它 HDFS的线 它其实就相当于我们HDFS文件系统的一个线脚本 然后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直接在这儿用一个线的方式来操作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用 有几种方式 有几种方式 然后我们这儿用的话 我们的这个 我们之前都经常这样打 就是说HDFS 然后DFS 然后是-2s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目录查看目录 那这些命令干什么干什么我怎么知道呢 是吧 然后它这个和Linux的这个效率命令几乎差不多 只不过都多加了一个杠而已 都多加了一个杠而已 那我们呢可以通过这样来看这个HDFS 然后DFS 然后杠 就打一杠啊 你不知道打什么 然后你就打一杠 看咱们后面能找到什么 这儿就是一个总的一个我们可以跟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后面 这是他说了 这个Userage Hadoop FS 也可以用Hadoop FS 然后把这一段Copy下来啊 这些就是我们可以跟的 以及下面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跟的啊 那我们这儿的话就挑几个最最常用的啊 最最常见的 好我们这些是我们可以跟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那我们来看的话 这儿一看 Appended to fill 就是追加文件到某个地 到某个目标地去是吧 这是本地的文件 本地啊 所有本地我们指的都是Linux的文件系统 这儿Linux的文件系统 然后这个的话就指的是我们HDFS文件系统 是吧 然后这个是Cat 是不是都加了一个杠啊 Cat 然后我们这个Linux当中Cat 是不是读取文 读取这个文件的内容 它也是一样啊 然后这儿 Check Sam 这个检验教验猴啊 然后这个是Change Grip 然后这个是改变这个组 改变这个目标或者是这个文件的一个组啊 然后这儿的话有加杠大 而是地规改 地规的修改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路径 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主名就行了 然后Change Mode 改权限 和咱们的这个Linux文件系统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Change Owner 改拥有者 改拥有者 也可以加上我们的这个组是吧 然后都和Linux差不多啊 然后只不过劲儿了 他把这个加了一杠啊 加了在前面加了一杠 然后这个还有个Copy from local 就是把本地的文件啊 from local嘛 来自本地的文件 copy到我们的这个HDIF文件系统 然后这个是把本地的文件copy到 把HDIF文件系统 copy到我们本地来啊 然后这个查看文件的一些大小 等啊 查看文件的一些大小 然后你也可以用find等啊 还有get下载 这个get是下载的意思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就 还有movie啊什么之类的啊 都有很多啊 然后我们稍微再看几个就行了 看几个比较常用的 那我们这儿比较常用的话 那我把这下面的都去掉吧 这下面的都去掉 通常啊咱们有这两种 HDF的DFS的杠 加上一个东西啊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路径 路径啊 然后还有Hadoop这个FS 然后杠 然后什么东西 然后加我们的路径都可以 两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儿 那我们先来看 查看一下我们这个文件系统上面 有什么HDF的DFS 杠 LS 查看 这个我们之前都用过是吧 然后这个查看呢 就是根文件啊 这最啊 咱们这个HDF的文件系统 都要带上根 然后现目前就是两个目录 一个文件啊 这儿能看到两个目录一个文件 OK 同时你也可以用Hadoop FS 然后杠 LS 然后跟目录 OK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啊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这个是相当于是个老版本啊 你用这个的话 他一般会让你这个 呃 就是说 让你这个 用HDFS 那个啊 用DFS 那个 OK 然后这个咱们有啊 有的话就不用管了 OK 然后啊 然后 然后咱们这个 如果说我想递归看呢 怎么办 想递归看 那在这儿加一个干R啊 嗯 这儿啊 我们可以用HDFS DFS-RS 然后R RS-R 然后跟目录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看 他说了用大R是吧 然后这样是不是也能看呀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目录下面的这些文件都看到了 是吧 他就是跟你说了 请你用RS-R 可以 那小写的是这种老版本的啊 好 然后我们在这儿吧 给你加上一个啊 那这个接不接都行啊 杠大R OK 这是查看这个目录啊 查看目录 以及地规查看 那我们在这个创建一个目录呢 在这上面创建一个目录 怎么来创建呢 呃 我们来这儿 稍微来做一下啊 也做一个真相改查吧 HDFS 啊 然后 那我们inx当中是makedir 那这儿是杠makedir 然后我们在根目录下面创建一个test 的一个目录 看一下 最啊咱们一定要跟跟 OK RS 看一下 不RS HDFS DFS 啊 后面我就用新的这个了啊 HDF是这个了 好 我们创建的test目录是不是已经存在了 创建的test目录已经存在了啊 然后 那我创建目录好了之后 那我还想创建一个文件呢 在这里面 那我们能不能地规创建呢 比方说我在这儿啊 HDFS dfs-ls 然后呢 -test 然后呢 0102 OK 看行不行 他是不是指定报你错了 那你加上一个-p 你觉得 不是不是啊 makedir 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创建 OK 还是不能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加一个-r 那看一下行不行啊 -r OK 那行不行啊 至于行不行 那你其实在这儿加一个大R 它是 -makedir -r-r-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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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创建好目录之后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在里面 那么hdfsdfs 然后-to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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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不知道你打一下 你去找一下就知道了 比方说我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你打一下 我们往上面滑一下 往这滑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在这儿有一个touchz ok有一个touchz 对的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这个touch 不说hdfsdfs-touchz 然后根本录下面的test 下面再建议一个txt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话是创建一个空的东西 那么hdfs-rsr 然后根本录下面的test 我们把这个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文件 ok啊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所以啊由于不能修改啊 咱们这个不能修改文件的内容 所以说你只能用追加appended tool 在这儿是不是有了 它的这个大小是零是吧 ok 所以我们不能修改这个文件的内容 那我们就暂时劲儿 你们自己下来用appended tool 试一下啊 把这个文件把本地的文件内容 追加到这个文件里面来 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我们来这个再来 我们copy一下hdfs-copy cp啊 然后copy的话 是我们test下面的t1.txt是吧 把它copy到哪儿去呢 test的下面的01下面去 ok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1下面去 copy过来呢 我们还可以改名字啊 ok 然后没有报错 把hdfs-ls 然后根目录上面test 下面的01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啊 我们这就没有递规看了啊 是不是就有了 01下面有那个什么东西啊 然后这是copy 那copy的话 它和我们这个windows 和咱们这个linux是不一样的啊 那你是觉得它能copy多个吗 那没有问题啊 直接把这个加上一个空格就可以了 ok 那既然是copy的话 那我们以前那个肯定也在是吧 那hdfs-ls 跟目录下面的test 然后我们大R看一下 那小R小R吧 是不是应该有两个text 两个t两text是吧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个copy完了 是完事之后我们的移动 hdfs- 嗯 我们来移动 把这个01下面的啊 移动mv下面的这个test 下面的01下面的这个t 这个01上面的是吧 71.txt 我们把它移动到哪去呢 test下面的01下面的02 02下面下面是没有任何东西啊 那我们把它移到这下面了 并且跟它改名啊 如果说你不改名 那你就这样加那就是原名 ok 是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hdfs-ls 然后-r lsr 然后test 是不是02下面就是现在有这个文字了 那但是01下面是不是现在就没了 是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mv啊 在mv这个 这个他不仅能够直接就改啊 他也同时也能支持我们这个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把名字跟他改了 把这文件名字 比方说啊 我们再来上一件 那我们要把这个02下面的t.text 是吧 02 02 02目录吧 02目录 下面的t.text 然后把它这个移动到01下面去 并且跟它变成叫te ok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变啊 好 hdfs-rs 然后跟目录下面的test r吧 我们来看他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是应该到01 下面有个叫te了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ok没有问题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啊 移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移动并盖名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把本地的文件上传到我test的目录下面去怎么做呢 hdfs-put put 我的根目录下面的当前目录吧 那我去看一下啊 我去到我的这个 风目录 然后 然后我们下面有些什么文件吗 没有 cd 当前目录下面的有个线吧 我觉得 r 好 我们把这里面的随便来一个啊 来一个if吧 hdf dfs-put 当前目录的if 我们把它上传到我的根目录下面去 叫根目录下面的test啊 ok hdfdfs-rs 对 上传上去了之后 还有别的命令啊 比如说 dfs-ls-rs- 像这个叫copycopy from ffom copy from local 2ocl 是吧 这个那我们可以把本地的有个叫for的 是吧 我们把它这个copy到我们的根目录下面 接着test下面去 我们来试一试 有没有行啊 最近是大小鞋 都是应该是ok 没有问题啊 而且第二份的第二份的干 ls应该是要 所以他这个跟他我们这个弄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是跟这前面的这个啊 这这上面的一模一样就行了 好 然后这是不是有for点上来了 ok 那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移动 好 那我们要把它下载下来啊 下载下来 那我们怎么去下载呢 ok 然后呢 我们下载一下 那就是hdfsdfs.get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if下载到我们的本地下来 那我们把这个根目录下面的test 下面的if.sh 注意这儿不能太薄啊 然后我们是test下载到根目录下面的这个 home下面来吧 我们的home下面应该是没有这个叫if.sh了是吧 下载了并且可以改名字啊 我们来 好 那home下面肯定没有if这个东西 对那我们这个看home目录啊 有没有if 这是不是就有if了 大小268 那这大小的话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了 下载 这是下载啊 然后下载的话同样可以下载多个啊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copy 这个 to local吧 copy to local 也就是这条命令啊 跟他稍微的稍加改一下 然后他就不叫flown local了 而叫to local to local 那就错了 这儿叫to local ok 然后这儿的话就不叫他了 就叫根下面的test 下面的for.sh 然后把它移到我们的这个根 home下面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他又行不行啊 两个下载 下载的话当然方式有很多种啊 还有合并下载啊 等等啊 那我们这儿的话就看几个就行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sdfs dfs-ls 我们来看一下 哎哎错了错了啊 一定要加上我们的这个木路啊 一定要加上木路 好 我们不不不不啊 下载下载下载 copy to local 我们看一下是home木路下面是吧 不是看那个啊 有没有for.sh 是不是有啊 ok 这儿这儿这儿就是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下载啊 上传下载这些都这个说完了 上传下载都说完了 那我们这个上传下载说完了之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hdfs 我们怎么去把它这个查看它的真正的文件内容 它有很多种啊 我们这儿简单再说几个啊 然后杠 txt txt 然后根本下面的if 看一下这个 呃不是根本下面 txt 根本下面test 点 呃不是 然后if.sh 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不能看 是不是这个也能看啊 ok 然后这是一个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看一下 ok 然后然后再来这儿啊 除了这个text 我们看一下还能有别的吗 touch touch 哎不是touch啊 这个不是touch 然后是叫 呃 不是touch 就是tel 那个啊 tel ok 所以说这是查看文件啊 它其实是有好多个的 查看文件有好多种方式啊 我就把它简单的列在这儿 这儿啊 一个是再来一个 然后这儿的话是有个叫tel 我们inic当中也可以 有一个叫cat 啊 ok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也能看 cat 是不是也能看呀 cat 也能看 ok 他也支持你这儿的这个监控啊 tel的监控 都没有问题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完事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看一个 hdf dfs-r-du d u d u 然后是我们的根目楼下面的test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把你这个每一个目楼的大小都给你列出来了 ok 把每一个目楼大小给你列出来了 d u 呃 然后 把这个d u完事啊 我们来 d u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加S 是吧 DU 然后-S 大写的S 小写的S Summerly的一个意思 总和 是不是两个之和呀 是吧